长无所谓了 那这个经文呢 也可以这样写 这个这边是弯弧的很漂亮的 那这个我们说的 如果工作中的时候 各位慢慢也都理解 老师经常反复的讲 从食指到大拇指 弧口裂开 从看下去呢 是食指中指无名指 中指无名指食指并在一起 然后一直到长长的手臂 所以手臂往右边去伸展 把它拉长 这似乎是无可厚非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手指指甲 应该说不是指甲 指肉第二节第三节这里 是有一个棒子拉下来的 这是经文 然后靠中间的地方一个口 这是军的一个经文 那老师这边还查到一个 这样的写法 也就是在我们手指的指尖 在这个地方 就做了一个变化 很靠左侧一个权杖 然后中间就是一个口 口就是发号实力 没什么变 所以甲果纹差不多是长这样 经文就造型多了一些些 甚至于 还有一个字老师超喜欢的 跟各位奉献 中山王有这个字 然后底下拉得很长 然后底下再一个口 这个字 这是中山王有出现过的 那因为呢 各位都知道 古代人称 这个文质彬彬 则为君子 孔子说的 文质彬彬 的人啊 被称为君子 那这个君子 我以前 当然在读的时候是 没有像现在这么理解的 但现在比较理解的是说 文就是读书的文采 你到底懂不懂文化 懂文化的人 他身上就储备了很多的知识量 无论是历史 文学美术 应该说艺术 哲学宗教 你的知识量够不够 简单来说是十三经嘛 精识子集 那会使你这个人充满了知识 很有知识 有知识的人就有说话权 那另外一个是职啊 职是指什么 职就是这个人的本职 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 有不同的本职 像我们班也是啊 励志有励志的本职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春芳春芳的本职 家喻家喻的本职 每个人都不同的 这是所谓的本职 那知识量啊 加上你的本职 那整个人呢 又保证自己的本职 是我们觉得啦 天真好不好 讲一个说明就好了 真心天真 那又能够有一些知识量 那就是真正的君子 这是古代对君的理解 老师跟各位说明的 所以呢 刚刚说那个中山王这个君啊 就可以写成这样 为什么中山王这个君是这样 他跟后来的合体字 他跟后来的合体字是有共同的感觉 不过老师还在说明啊 这个口可以当做子的这个头部 然后再拉上一个长长的这个就是被布包起来的这个这个手脚脚 然后手又伸出来 然后这个就是君子的合纹 这古代 老师很喜欢 这是君子的合纹 我能说明的这么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